大家好,现在呢已经进入了夏季,那么夏季呢天气是非常的闷热,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不能够给植物换盆的,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茶花呀盆土板结了,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完全不用给它换盆,就可以让它的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,而且呢更加的简单方便,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?这个方法呢就是给它在盆土里面摻上一点这个蚯蚓粪肥,为什么要用蚯蚓粪肥呢?因为蚯蚓粪肥呀,它其实呢土壤非常的 这种的疏松透气,它可以让盆土啊成现一种团粒结构,特别适合在这个盆土板结的时候使用,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会比较好呢?其实很简单,我们把这个板结的土啊稍微给它铲一下,铲松一点,但是注意不要伤到这个茶花的根,然后呢我们再用上这个蚯蚓粪,蚯蚓粪呢拌在这个盆土里面,拌的时候呢一定要整个盆土表面全部都要拌一拌,这样呢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, 让它的盆土完成这种团粒结构,那么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板结的情况了,而且蚯蚓粪呢,它里面是含有丰富的这个弹磷粪粪元素,还有微量元素复制字,那么它既可以让盆土疏松透气,又可以不营养,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了,所以这个时候呢,我们就算不换盆,只需要给它用上这个蚯蚓粪,就可以让你的盆土疏松透气,又肥沃, 让你的这个茶花芽生长得更旺盛,更利于它在这个时候花芽分化和开花,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我们下次再见